每間男生放張桌 都肯定有一段廁紙 有人喜歡厚身點 也有人喜歡薄身點 我要求就比較特別 不論厚薄 不論質地 最重要夠黃就行了 葉先生 為何你開一間回收廠 要叫Mail Fong 這麼可愛 因為其實我們想的名字入屋 我們的張廠叫Mail 但後來又發現原來我們的紙盒 摺在兩隻角都挺像小貓 所以就叫Mail Fong 近日很多網友說起 要罷買大陸廁紙 振興黃色經濟 葉先生的這間回收廠 是全港第一間會做紙包合回收 另外還會將回收得來的廢紙運到越南 再造成港資的赤字產品 今次還不是黃色環保經濟圈 香港你獨家做這件事 那你會賺很多 其實是很困難 因為大家都說有這個習慣 你看到這裡的機器都比較大型 即是說投資都不小 基本上現在都是在虧錢 2017年香港人總共丟了2.9萬噸的飲品盒 踏高起來居然可以上到有月球那麼高 不過說了這麼久 大家最關心的應該都是他們出品的赤子 其實現在有多少款紙巾你們在出產 你看到這就是抹手紙 另外一隻就是細卷裝的赤子 即是一般家庭會用的赤子 亦都有些大卷的給商場 聽人說過你的紙巾好像黃黃的 是不是真的 這卷就是我們的紙巾 你覺得很黃嗎 又好像比一般的紙巾又沒有那麼白 是的 因為如果用原木漿和我們這些叫再生漿比較 因為再生漿本身之前是一些廢紙 上面有些油 所以它出來是沒有那麼白的 坊間反應算是不錯的 尤其是有些就住在舊樓、村屋 或者劏房的人說回來 這隻赤子水龍勝負 因為他們最怕就失去 一失去就很麻煩 不單止赤子的原材料是來自本地 產品本身的質素亦都不頑 但是原來葉生生產赤子的這個舉動 多少都可以說是為勢所逼 其實我們本身是有計劃想推出赤子 只不過時間很急 過去幾個月 中國市場限制廢紙進口之後 很多廢紙去了東南亞 令到東南亞開始 也要限制廢紙進口 我們其中一個客人做開了幾年 突然就說 第四季不跟我們拿紙了 那情況下我們就發覺很大件事 周圍問都發覺 找不到出路 剛巧就跟了越南廠談 不如這樣吧 我們供應費紙給你 就要回你的廁紙 我們就在市場賣 他們覺得這個所謂循環經濟的概念有多好 亦都肯和我們合作 由2018年起 中國收緊了對進口回收費子的要求 令好像葉生這樣的回收箱都拋頭 究竟政策改變對本地回收有幾大影響 又要怎樣才能做到黃色環保經濟圈呢 譚海邦是馬灣區的區議員 本身他還是環保觸覺的義務總幹事 近來他搞了一個Milfong的賜子團購計劃 還說想搞一個黃色環保經濟圈 議員 其實為什麼你會想推廣Milfong的賜子 幫他們搞團購 因為現時香港的賜子裡 大約八成來自大陸 兩成來自台灣 希望做多個黃色經濟圈 減少對大陸的依賴 因為剛才我去Milfong 跟葉生聊天 他就說 其實整賜子多多少少都是用權宜之計 因為中國改變了他們對子女回收品的一個政策 其實這個政策變了之後 對我們本地的回收業有幾大影響 香港的本地回收業 只是做分類和包裝 然後就運上大陸 這兩年的轉變就是 廢紙回收量其實是下跌的 因為大陸減少收收 譚議員說不止廢紙回收商頭痕 就連基層的實況者 實況老人都因為這樣而收入減少了 究竟本地廢紙回收業 可以怎樣殺出一條血路呢 大約二十年前還有一間紙廠 會將香港部分的廢紙 轉為一些紙的產品 但是由於經營沒有辦法得到合理的利潤 最終就已經關閉了 廣年真是黃色經濟圈 去到今時今日的場景 已經七百多萬人了 其實只要一個很大的地方 我相信香港的廢紙再造業 可以在香港本地做 亦都做到收支平衡 譚議員另外還說 其實不單止廢紙回收 如果我們有個健全的回收業生態 自己生產再造產品 還會是一個可以振興到本土經濟的方案 亞洲來說最蓬勃的一定是台灣 台灣回收再造業是請了很多人 而他們的回收分類再造 亦都是很仔細的 而且他們是沒有把廢物輸出的情況 在台灣再造 香港不是這樣 香港其實打包了之後 就找他們這些地方 所以台灣的經驗是很值得借鏡 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香港能夠有自己的回收再造廠 就不用那麼受外圍經濟 或者大陸的政策所影響 就真的做到我們香港 可以管理香港的回收再造業 其實都是一個黃色經濟圈 並沒有像某些人這樣說 慢慢降溫 慢慢消失 反而討論的熱度還越來越沸騰 就好像這一卷刺紙一樣 背後隱藏著的不僅是顏色的問題 亦都跟環保和本土經濟等等的問題 物不可分 沒有人答到黃色經濟圈最後會不會成真 但很肯定的一件事是 它揭露了很多優待解決 而其實真是可以解決到的社會問題